第25届家庭电影节于近日在好莱坞成功开机 据了解,第25届家庭电影奖的节目将于12月圣诞期间 在全球近200个电视台和媒体平台同时播放 美国华语中国娱乐公司总经理易景生博士 特地从纽约赶来参加好莱坞的开机仪式 在家庭电影节的庆祝活动上,易博士表示 中国著名企业家马晓秋博士 在2020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用它在美国纽约投资的DYF Entertainment 华语中国娱乐公司收购了好莱坞家庭电影奖 全球顶级的好莱坞娱乐制作团队将全力打造这个奖项 今年的家庭电影奖的明星制作人大卫·麦肯齐 是十次好莱坞年度圣诞游行的制作人 还拥有卖座节目《幻术大师》和《日间爱美奖》 我们希望今天这个活动能够让所有的移民 所有的海外华人知道一个点 我们在美国也像在中国一样 文化是可以融合发展的 为了一个概念 家庭 家庭是没有国家的 谁不爱自己的父母兄弟 谁不爱自己的亲人 2022年家庭电影奖的颁奖典礼会放在由CBS和华纳公司 及派拉蒙联合推出的CW和Popstar全媒体频道上播放 圣盖博士市长丁岩玉 好莱坞著名艺人Rebecca Holden 美国和澳大利亚著名节目主持人 娱乐制作人Shelley Seitz 美中企业家商会主席孙文铁 南加州著名电影人杨华沙 印度电影节主办者Benny 北美华文作家协会主席彭丹等都获邀出席了当天的庆祝活动 凤凰卫视白亦成洛杉矶报道